弟兄姊妹 你們好 主祝福大家 今天我們有這個聚會 我們的主題是 如何在末世作基督徵兵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 有很多跡象顯示 有很多跡象顯示 是這個末世的時代 大家看到這個圖 有全球暖化、戰爭危機、瘟疫和經濟困難 但這些困難 基督徒依然可以作王作主 求主幫助大家有信心 靠耶穌得勝 靠耶穌做基督徵兵 我們稍等一下 我們會開始這個 如何在末世作基督徵兵的訊息 幫助大家在疫情和戰爭危機之下 知道神是作王的 我們不需要懼怕 我們靠耶穌得勝 多謝天父 感謝耶穌 今天的訊息是 在末世作基督徵兵 在末後的時代 有很多人會說這是末世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什麼證據 我今天會說一些證據 讓大家知道 這是末後的時代 例如全球暖化 我會給大家看一些資料 讓大家知道 全球暖化的情況嚴重 讓我們知道 我們很快會進入世界的末期 以及戰爭危機、瘟疫、經濟等困難 首先是全球暖化 會在十年至四十年內 應驗勝基末期的預言 大家可能會說 我這麼誇張 我會給大家看一些證據 全球暖化是 這裡的全球暖炒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人們各樣的方法 沒有去保持地球的健康狀況 引致全球暖化 引致大家一齊滅亡 以及很多災難、旱災之類 列國並不是在減輕全球暖化 全世界的地方 我們看到一些人 工業廢料一樣多 汽車一樣多 以及燒毀森林 很多山火 這些都在發生著 是令到這個世界 並不是減碳的排放 而是其實還在加增 也都因為經濟壓力 所以不同的國家都在競爭 雖然是有些努力的 不過這個努力是不足夠的 給大家看一些數據 在這個工業大革命 1760年之前 在這個空氣裡面 100萬個分子裡面 有280個是碳 即是二氧化碳的成分 也都包括甲丸 因為裡面都是有碳的 1958年之後 就已經有316 即是100萬有316個分子 是二氧化碳 然後大家在右邊看到 在2022年 即是現在已經去到419 然後預測 去到2040年的時候 會去到450 那450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呢 就會有災難性的熱狼 非常之嚴重的熱狼 悍災、飢荒、洪水、風暴 各樣氣候的難民 什麼叫氣候難民呢 因為那些地方沒有水 和太熱 那些人就會遷移 遷移去離開 那些地方 但第一些地方 我們都很辛苦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斷水 但有很多地方 他們喝的水 其實是很骯髒的水 他們在那些水的供應 都是很少的 即是限時供應 這是已經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發生的 但在香港我們感覺不到 其實是正在發生的 這個熱狼的數目 我們看到在1988年至2010年 那些熱狼的數目是一直加增 是不斷的加增 加增的數目是非常快的 跟以前比 以前是很平的 但現在來說是加增得很快 而且風暴也是加增得很快的 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是災難性 進入氣候的問題 那全球暖化會帶來什麼破壞呢? 會帶來熱狼 熱死億萬人 即是將來很多人熱死的 還有有旱災 飢荒 洪水 巨風 還有農作物死亡 因為有熱狼和不夠水的緣故 就會帶來飢荒 嚴重的全球流行病 因為熱的時候 也會更容易有流行病 那些瘟疫 傳得更加快的 更加難控制的 那醫療系統會崩潰 其實現在這個 新冠疫情 也都已經令到 醫療系統是非常之 即有些地方是崩潰 有些地方是很困難 我們發覺一個 現在開始有這個疫情 已經這麼嚴重了 還有就是 南北極的冰溶溶了之後 水平線會提升 還有那些 冰有的作用就是 將那些太陽的熱力 反射出去 但是那些冰越少的時候 反射的能力越弱了 大量的低地被浸 很多地方不能再住人 還有時常有山火 很多地方有山火 很多生物會絕種 世人恐慌 政治不穩定 他們更加是 很想霸佔其他地方 很想打仗 人因為天氣而遷徵 帶來戰爭 地底水乾的時候 容易引起地陷和地震 這是一些全球暖化 會帶來的問題 在1760年 就是工業大革命的時候 之前 現在高了1.23度 有些人說1.23度不是很多 但這是全球的普 平均溫度 當高1.23度已經是 所以後果是 好像現在 有很多 寒災、飢荒、洪水 而 預測到 2029至2047年之間 就會高1.5度 1.5度的時候 更多的熱浪、風暴、瘟疫、飢荒等更多 以及珊瑚會死四分三 其實現在已經是接近這個數目 到了高2度的時候 就是2047年至2065年的時候 距離現在是20年至40年之間 夏天的熱浪是非常長的時間 有些地方已經不能夠住人 還有時事有旱災 紅水、穴糧、珊瑚消失 北極、南極的冰 北極的冰在夏天會全部溶散 有四分一的生物絕種 而到高3度的時候 就時時有熱浪 時時熱浪會提升很多 3度的時候是非常困難的 又到4度 根本地球已經很難住人 大家看到右下角有個地圖 在下一幅圖給大家看看 這個圖的意思是什麼呢? 咖啡色的部分已經完全不能住人 黃色的部分變為沙漠 不過人仍然可以忍受到 而綠色的地方就是人可以居住的地方 大家看到很多國家已經全部變成沙漠 因為缺水和很熱 所以很多地方變成沙漠 這就是暖四度的情況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情況 真的好像聖經所說的活日災難 以下三幅圖的預測 我們將來的溫度提升 這就是巴黎氣候協議的小組 他們預測到2040年會高1.5度 即是十幾年之後 由2065年會高2度 然後其他的巴黎氣候協議的預測 都是差不多的 另外就是美國太空處 亦都預測差不多的數字 都是給我們看到 在20年左右就會高1.5度 然後在40年左右就會高2度 已經是非常難受的 所以鄭師兄為何說到 在10年至40年之間 那個氣候是會 好像聖經所說的末日災難 我們在這裏看一看聖經裡面有說什麼 啟示錄16章9節 那裏人被大熱所敲 非常之熱 這就是應染暖化這個情況的預言 然後就是馬太24章7節 就說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多處都有飢荒地震 有很多的飢荒 因為沒有水和太熱 那些種植的植物死了 然後有地震 這也是聖經所說會發生的事情 有飢荒地震和打仗 由路加有一章9節說到 有打仗和擾亂 因為很多問題現在已經有很多擾亂 到將來氣候變差的時候 那些很多的氣候移民 更加造成更多問題 也都因為人的野心 越霸佔其他國家 所以造成越來越多這些戰爭 然後也有說到瘟疫 還有說到海嘯 他說地上的幫國都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方方不定 這個中文翻譯其實不太準確 他說響聲 波浪的響聲就是響聲 但是大家看一下原文 這個英文的翻譯就是根據原文 就說到是 roaring and tossing of the sea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只是roaring roaring 就是響聲 tossing 就是浪拋起 很高的浪 那些人就方方不定 即是說不只是響聲 而是真的有巨浪 於是那些人一聽到就很害怕了 那這個海嘯是近代的現象 就是氣候很大改變之後 那些天氣都很極端 就會有這些巨浪 第二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氣候在十年至四十年之間 氣候會很大改變 就好像聖經所說的 末後預言的應驗 然後第二點就是 疫情和列國戰爭的危機 顯示末期快度 那這個就是 單日在2022年 這個禮拜三 3月2日 單日新冠感染人數 我們看到香港有五萬多 其他國家比較高的 就是德國、越南、南韓 是非常高的 這些都是給我們看到 現在新冠疫情 其實是難於難受控的 那這個新冠疫情帶來的 確診人數 現在是有四億 四點四億 等於大陸三成的人口 染有新冠肺炎的數目 然後死亡人數是有五百萬 五點九百萬 等於香港八成的人口 你想想八成的人口死了全世界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國家 那些大量的集體埋葬 例如在巴西那裡 那些墳墓這樣排列 是大量的人埋葬 那全球疫情帶來經濟的損失是多少呢 大家我顯示了這些數字給大家看 就是 二萬九千六百億美元 那等於什麼呢 就是 我要這樣想想 二十三萬億 二十三萬億港元 那香港疫情呢 疫情之前 一年的公開的 公共的開支是 五千六百七十六億港元 那就是香港四十年的開支 就是說這個 因為疫情經濟的損失 是等於香港在疫情之前 四十年的開支 數目的損失 所以很多地方呢 尤其那些小商戶 更加是非常困難的 我去非洲很多直播 他們告訴我 他們很多人根本完全沒有入息 現在 他們 他們未曾有疫情已經是很困難 他們有些人是做什麼呢 其實很多國家是沒有什麼經濟 沒有什麼生意的 他們整個架在街上賣些水果 賣些菜 就要來做他們的家庭的入息 但是呢 根本是賺得很少錢的 所以他們的貧窮的情況是非常之嚴重的 而經過疫情之後更加嚴重 而另一樣就是戰爭了 全世界各國的核彈數目 2022年的核彈數目 俄羅斯總共有6257 但因為有些已經是retire 即是說是不再用了 其實是可以用的 不過他們已經覺得不夠勁了 所以不用 真的可以用的 是有4497 非常多 美國是跟著之後 3750 中國有350 但是呢 是急劇增加的 其他國家也都急劇 加增 尤其是北韓 北韓呢 因為他很積極 想有這些核武 所以呢 這個世界都很大危機 那麼最大危機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恐怖分子 或者有些很緊張的政治領袖 他們很害怕 怕上來的時候 忽然間用核武 即他們很害怕 我們其實看新聞會看到 有些地方呢 怕別人參入 怕有些什麼發生 就示威 即是說我有很多核武 很多核武 但這個危機呢 就是當他在這個危險的時候 他忽然間用這些核武的時候 是沒有人能頂得住的 是非常大的困難的 那麼你講到這個 現在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的時候 新聞都講到 俄羅斯的核武已經在一個作戰的模式 不代表他這次會用 不過呢 即是說有些什麼戰爭呢 他們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些核武全部放在作戰的模式 如果有人 有時是無意發出一個核彈的時候 那個災難是非常大的 核彈的那種破壞性 是比以前日本的原子彈大很多很多的 是真的對於全球都是很大的影響的 亦都很多網絡戰爭 其實現在不斷發生著的 有些國家經常都被人侵略 那些網絡可以癱瘓些什麼呢 水、電、通訊、新聞、貨物、貨物的運輸、工商業 交通燈、鐵路、銀行、國防、武器 它可以全部癱瘓 即是國家完全沒有人能夠聯絡 即是不能用手機、電話 不能用任何方法控制它 一向用電腦控制的東西 可以讓它癱瘓 這是一個近代發生的事 以及恐怖的活動一直加增 恐怖分子也可以用這些材料做裝彈 什麼叫裝彈呢 Dirty Bomb Dirty Bomb本身的炸力不是很大的 不過它將一些很危險的化學 或者是一些核子的廢料放在裝彈裡面 當它一爆的時候 是引起很多放射性的發放 或者一些化學的原料或者細菌 這些物質傳播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 亦都有生化武器的問題 就是這個世界是有不同國家 現在是製造生化武器的 當這些生化武器一出現的時候 是非常難搞的 譬如有人將一些細菌放在水源裡 的時候 真的整個地方 即時可以有很多人死去 這些都是現在這個世界會發生的事 因為人的野心 人的恐慌 人的侵略的心態 好了 我們講到這些 其實我們剛才有講的 就是氣候的改變 瘟疫的改變 經濟的改變 和戰爭的改變 造成很多的問題 即是隨時可能有些 末世要發生的事 而聖經是很清楚講到 在末世發生的時候 這些事發生有些什麼發生呢 在末世的基督徒將要面對 是嚴重的迫伯 有些基督徒說 這樣就很害怕 怎麼辦 有些人甚至說 我不信耶穌了 不信耶穌就沒有迫伯 但不信耶穌就會失去救恩 而我們知道其實 末世的災難在神的掌握之中 我們不需要懼怕 只要我們聽神話 神是會保守祝福的 耶穌在馬太二十四章那裡 在橄欖山坐著的時候 門徒就問他 告訴我們有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的門有什麼預兆 耶穌就說那些預兆 有些什麼預兆 首先有人迷惑你們 就是有些異端 然後很多人冒耶穌的名 然後有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就是戰爭 現在有打仗的風聲 也有打仗的 只是末期還末一到 這個只是先兆 民要攻打民 戰爭 國要攻打國 多處必有飢荒地震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四圍都有飢荒地震 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事情發生著 飢荒是很多地方有 我們香港沒有飢荒 但其實很多地方是有飢荒發生著 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而路加有一章九節 就說到有打仗和擾亂 地要大大震動 有飢荒瘟疫和海中的波浪 我講過不僅是波浪 不僅是響聲 是真的有波浪 那些人很害怕海嘯的情況 好了 我們回到馬太 馬太二十四章 我講到這些是災難的起頭 我們這裡看到第八節 然後第九節開始說什麼呢 就是基督徒的壁伯 我們大家留意看這裡說什麼 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要為我的名備萬民恨禍 即是說 當這些災難一開始之後 跟著下一樣發生的是什麼呢 就是人要把基督徒陷在患難裏 也要殺基督徒 我們被萬民恨禍 其實現在也是的 很多地方很討厭基督徒 為什麼呢 因為基督徒指出人的罪 想人悔改 以及想人跟從神的方式 很多人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跟從一個神呢 我們不想有一個神管理我們 然後呢 然後呢 有很多人跌倒 接著在這個情況下很多人跌倒 我希望大家聽這個道的人 都不會跌倒 即是你都會說 哇 我要靠主站得穩 因為這個時間是一個短的時間來的 先講到基督徒的時間只有三年半的時間 很多人跌倒之後呢 他們彼此陷害、彼此恨禍 有些基督徒 掛名基督徒 他們跌倒之後呢 政府可能強迫他們 要出賣其他基督徒和牧師 傳道人 他們出賣的時候呢 他們就彼此陷害和彼此恨禍 爭恨其他基督徒 還有很多假先知起來 然後接著第十二節 只因不法的事爭 很多人的愛心就漸漸冷淡 那些基督徒的愛心就冷淡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也同時有基督徒更加熱心 為什麼會更加熱心呢 因為在大災難 先講到大災難的時候呢 是一定要受受印記 拜受才可以做買賣 如果我們要得救 是不可以拜受和受印記的 我想講呢 現在的疫苗不是受印記 有些人說 這是受印記 大家看看啟示錄十三章 啟示錄十三章 你會看到 是一定有這個受出現 會迫迫全世界的人拜受 受受印記 以及那些沒有受受印記的人 是要殺害的 那些時候才是受的出現 這個現在的疫苗 並不是受受印記 很多人就很害怕 很害怕會受影響 就是說他們不是說 許多人 許多人跌倒 許多人被之陷害 被之恨戶 但是呢 很特別在十三節 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立即講到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第十四章講到 呼音要傳遍普天下 去萬民作見證 由末期才來到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期 是基督徒更加依靠神 真基督徒會更加依靠神 因為他們一定要依靠神 神供應他的食物 神一定有方法供應他的食物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他們不拜壽 即時沒有食物 沒有水的話 根本生存不到多久 他們能夠生存在大災難 即是說 神是有方法 保守我們的生命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期 我們不要懼怕 不要放棄我們的信仰 是堅持跟從耶穌 耶穌一定會祝福保守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習 怎樣忍耐到底 怎樣靠主站立得穩的 而很重要就是 不要被這個群體的壓力影響 因為有很多人跌倒 被之陷害、被之恨惡 還有貼上來加後書第二章三節 就說到 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即是很多人離道 和反對基督教 這就是一個末世的情況 就是這些災難的時期 我們不知道有多久 到底這個世界 有時有些新聞都說 嘩 醞釀著一些不同的戰爭 在這個世界發生著 那真的有這個大戰發生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會很亂的 即是現在這個疫情 這個戰爭 這些氣候的改變 瘟疫的情況 是可以忽然間 基督徒就受迫伯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訊息呢 就是基督徒是可以忽然受迫伯 我們必定要站立得穩 而在十四節就先講到 我所講的經文 就是這個天國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所以神說這個福音要傳遍天下 那這些經文呢 這裡就講到 我們在大災難之後才被提 那這裡我就不用時間講了 因為這個比較需要一些時間的 那我只是說呢 有些人就經常都在網上傳流 或者有些地方傳流的教導 就是說呢 大災難一來基督徒就會被提 但是其實呢 是沒有聖經的根據的 那我有另外的講道 大家會看 災難後被提 葉牧師在YouTube大家會找到的 我就講出 用聖經證明 我們真的會經歷大災難的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就會消失 就會被提的 如果真的被提都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沒有的時候 這個是假消息 但是很多基督徒很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想著 我不用經歷大災難 這個消息對他們說 好像覺得很好 所以我們很重要就是 知道我們基督徒是需要面對大災難的 那這個經文我不詳細講了 好了 而很多基督徒會跌倒的情況是什麼呢 他們彼此陷害彼此恨沒 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首先就是不法事爭 很多人愛心冷淡 即是說 當這個世界亂的時候 在飢荒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搶掠 很多店舖被人搶空了 或者沒有電沒有水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搶掠 政府那些警察 都不能夠維護到治安的時候 那些人會搶掠 那時候基督徒有些人愛心冷淡 就跟從這個世界的方式 然後很多人跌倒 他們就離開真道 然後呢 就大規模來到反教 是大規模 所以我講這些 我不是危言聳定 是耶穌說的 是耶穌清楚說的 和保羅清楚說到 在末後日子發生的事 是我們需要醒覺 因為不是很多人 去告訴別人 有些事情發生 很多人只是說到 被提你消失了 那你不用面對的了 也很多人 只是說到 在這些災難的時候 我們怎樣得力 這是需要的 不過我們也需要知道 這些災難 是可以是一個大災難的開始 然後跌倒的基督徒 被基督使用去陷害 和困惡其他基督徒 就是他們會傷害其他基督徒 這就是一個過程 愛心冷淡 又跌倒 又離道反教 然後陷害其他基督徒 而基督徒跌倒的原因 第一 他靈命不穩定而跌倒 所以我希望大家保持靈命穩定 第二 因為不法的事 很多人犯法 所以很多人跌倒 第三 見到基督徒 或者全道人跌倒 而自己跌倒 因為跌倒的人 包括全道人 第四 因為被跌倒的信徒 陷害而跌倒 因為有些跌倒的信徒 會陷害其他基督徒 其他基督徒 因為他們而跌倒 造成一個雪球效應 就是一個人跌倒 他陷害其他 他陷害其他 其他人被他影響 又再跌倒 然後為了飲食和生活 而受受印記 也是跌倒的原因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講到基督徒如何得勝 我們如何得勝的藥時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點 就是神在大災難中 是完全掌權的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怕的 是神掌權 大災難在神的掌握之中 首先我們看得到 七印、七號、七雷、七腕 都是神開始的 有些人說 為何神要做這些事情 神做這些事情 是有一個原因 在下面紅色的字 在大災難中 叫基督徒單單依靠神 不能夠依靠自己 在大災難的時候 不像現在 因為很多基督徒 會依靠他的銀行的戶口 他自己的裁幹能力 但是在末期的大災難的時候 人們要拜壽和壽壽印記 才可以做買賣 這樣的時候 人們不可以再依靠自己的銀行的錢 有銀行的錢都不可以買東西 要有壽壽印記 這樣的時候 基督徒如何可以生存呢 在啟釋路講到基督徒仍然存在 所以 神掌管 我們就依靠神 神在大災難中掌權的 所以我們依靠他在大災難中 只能夠依靠神 不能夠依靠錢 不能夠 有些人說積存食物 我們積存到多少 而且最難積存就是水 如果你的家裡儲存 一個月的水 你的家裡會塌了 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積存食物和水 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是依靠神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所以全心遵從神的基督徒 在大災難中更加得力 因為他們和神的關係更加密切 更加有能力 好了 上面那裡講到是什麼呢 原來 第一就是 因為羅馬書十三章一節 沒有權命不是出於神的 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即是說 就算敵基督的權命都是神給他的 有些人說為何神要給他 神是使用敵基督造成這個世界的災難 令到人只能夠倚靠神 以及被人看得到世界的預言 末日的預言一直應驗 這些是神的智慧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不是神要使用敵基督來破壞人的信仰 不是 神是使用敵基督令到基督徒單單依靠神 令到不信的人看得到不信耶穌的人 可以這麼大問題 敵基督和他的勢力那些人會很邪惡 看到這麼邪惡 有些人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聖靈 不信耶穌的人 就有我們的良知 神已經將他的律法放在心中 我們就會覺得有些人不對 有些人不錯 我希望大家會看到這個世界有些發生的 是很差很差的 這就是方法令到有些人會醒不去尋求真理 下面講到啟示六章一節 七人是高揚揭開第一人 七號是天使開始的 七雷是當天使呼喊的時候就有七雷 四活物將七個金碗給七個天使 所以都是由神發出的 而這些災難的目的就是基督徒 是單單依靠神 我們不能夠依靠人 不能夠依靠財脈 是單單依靠神的 所以既然是神掌權 我們就不用怕了 好像大衛 神給他選三個災難 大衛選最後一個是瘟疫 因為他說在神的手中 他說我不要敵人 一敵人來到會把我們折磨 會殺我們 我不要敵人 我要神 因為在神的手中神有憐憫 後來大衛就起了個壇 然後當滅命的天使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在祝壇 那個天使就停止了 就不去攻打耶路撒冷 所以大衛相信在神的手中總有恩典 所以我們相信在大災難中 總有恩典其實我們格外經歷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這個大災難 接著就是這個動力很重要 我們為什麼要有動力去親近神呢 第一就是神很愛我們 神會看重我們 關心我們 第二呢 我們都是寶貴 我們個個都是寶貴 不要說我靈命很弱 我沒有用的 不是的 個個基督徒都寶貴 只要我們親近神 我們的生命就會有很大的發揮 第三呢 遵從神 包括什麼呢 信靠神 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侍奉神 一定無福的 在今日和在大災難的時候 都一定無福 而呢 犯罪和不遵從神 一定是有破壞性的 所以這個很簡單 既然神長官一切 我們聽神話 就一定無福 一定生命得到 祝福 今生祝福 來世永遠得 永生和有賞賜 是最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會渴望 行神的路 就不要追求世上的 而是呢 我走完神的路 神就會祝福了 這就是動力了 聽神話 一定得到神的祝福 希望大家 就說在大災難的時期 和現在困難的時期 我們都單單依靠神 神一定會祝福我們 而很重要是聖經的話語 有時現在世界上有些教導 不在聖經拿出來 譬如說災難前被提 是聖經沒有講的 是聖經清楚沒有講 而聖經的清楚經文講到 是災難後被提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聖經摘根 以及我們的信仰摘根 很重要是觸實神的應許 我們先求神的國同義 這就加給我們的 神會加給我們的 還有我們 神是愛祂的人 所以預備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是最好的 這都是聖經的應許 我們聽神說 遵從神一定蒙福 我們侍奉神 神就尊重我們 而很重要是 我們如何敬拜 如何祷告 是一定要用心靈誠實 而聖經說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這個要字的原文是seek 尋找 神是找那些用心靈誠實敬拜的人 神是去尋找這種人 那什麼叫心靈誠實敬拜呢 首先就是魂和靈 魂是包括什麼呢 思想、意志、感情 大家在下面三個 黃色的圖片看到的 就是我們的思想 整個思想就是 神是最好的 神是掌權的 聽神話是最好的 然後意志 我全心跟蹤神 我聽了神話 是生命最好的 和感情 建立和神的感情 因為其實我們一切所有 都是神給我們 神給我們的食物 神給我們的身體 神給我們的自然界 神在我們的心中動工 感動我們信耶穌 這是很大的禮物 我們就多謝耶穌 耶穌在我們身邊做這麼多工作 我們就建立和祂的感情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神 聖經說到以耶和華為樂 神就將他心裡所求賜給他 以耶和華為樂 神就叫他成解地的高處 就是以神為樂 歡喜神的人 神就會大大祝福他 所以我們不只是信耶穌 我們是以神為樂 就是心很喜歡神 當我們做得到心很喜悅神 已經是很接近用靈的禮物 靈的禮物 就是凡在我裏面 都要清重聖明 整個人的裏面 都感激神 我們每日學習 多謝天父 我有一個祈禱的錄音 其實有幾個 大家可以用WhatsApp找我 我的WhatsApp電話是94088617 94088617 在我們的影片 全面都有寫到我的電話號碼 你全面可以傳這個祈禱錄音給你 在祈禱錄音說到 神一直在愛我們 我們愛神 神很歡喜 我們感謝神 歡喜神 享受神 這樣就容易得力了 以神為樂 神就將心理所求的賜給我們 所以得力很重要 就是心靈誠實 不只是口說 不只是頭腦祈禱 是整個人在讚美神的時候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我全心愛你 我感謝你 我歡喜你 我喜歡你 我願意聽你的話 聖經講到聖靈會帶領我們 在路加十二章十一十二節說到 當人帶你去會堂 去迫伯你的時候 審你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聖靈會教我們 受迫伯的時候 聖靈會和我們一起 就是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聖靈會和我們一起 並且會教我們 怎樣說話 如果他教我們 怎樣說話 他也會教我們 怎樣得到食物 怎樣得到供應 或者不需要食物 好像我需要上西那山 他親近神 他就不用食物 又不用飲水 可以四十週日 都沒事的 所以我們 既然有神的同在 一切的事情 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就學習這個 這個真理 就是 我有神 我什麼都不用怕 只要我親近神就可以了 這個是今天都要學習的 不是等到大災難才學習 是今天學習 聆聽神的聲音 有些人說 很難聆聽 怎樣聆聽呢 首先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會發覺 內心會很不平安 聖靈會一直追著我們 提我們要悔改 這就是聖靈的聲音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聖靈會提我們 去讀聖經 去看聖經 去回應聖經 這就是聖靈的聲音 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思想神的話語的時候 聖靈會提我們 在我們日常生活 神會提我們 去做些什麼 去幫助人 去傳福音 這些都是聖靈的聲音 我們學習 留意聖靈的聲音 除了在日常生活 也都在安靜討告的時候 留意神給我們的意念 可能有些意念就是 我們去關心周圍的人 我們怎樣不要怕這個世界的災難 我們靠耶穌得性有緣 神就會一路提醒我們 有什麼可以做的事 聖經講到 在大災難的時候 啟示錄十二章十一節 弟兄聖過魔鬼 是用什麼方法 是因羔羊的血 就是耶穌的救贖 和自己所見證的度 就是我們全福音 我們所見證神的度 叫我們得性 他們雖主要死 亦不害惜生命 的確在大災難 是會有基督徒被殺 不過被殺的人 其實在永恆是有很大的賞賜 其實是福氣來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 而我們不要愛惜生命 我們求神保守我們 祝福我們 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真的需要殉道的時候 我們都不怕 這樣的時候 這個人就是得性了 而很重要的是 我們一方面是全福音 第二方面是建立靈命 就是在今天開始學習 學習自己和神的關係 建立 深信神的恩典 深信神的道路是最好的 我聽了神的話 神一定祝福我的 我遵從神的話語 神一定祝福我的 就建立自己和神的關係 也都建立人和神的關係 我想說 建立靈命 不只是遵從 是很重要的是 看到神的恩典 是恩典推動很重要的 是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即使看到神在愛我 神在我心中動工 是聖靈在我心中動工 感動我 帶領我 這是聖靈的工作 神在愛我們 這是我們的動力 基督徒的動力 不是說我要遵從 就是我講到四點 第一點是神愛我們 神愛我們 關心我們 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在我們心中動工 和有奇妙計劃 這是動力 所以幫人的靈命 不只是遵從 也包括在神的愛中 從神的愛得來 深信神的愛 而耶穌很清楚說 受迫伯的人 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貪門的 人因為耶穌的名 逐罵我們 迫伯我們 我們捏造那樣幻畫 委批我們 我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 是大的 在你以前的先知人 都是這樣迫伯他們 就是說 其實受迫伯是有福的 如果你是有機會受迫伯 你受迫伯的時候 神啊 我雖然受苦求你 減輕我痛苦 你都賜給我 超自然的能力和動力 不受這些影響 也能夠在那時候 說出一些說話 我們越在那時候 勇敢說出神的說話 神越喜悅 神越祝福 反而那些人 可能不用死 神會使用我們 祝福更多人 那也可以 好像在保羅坐牢的時候 和彼得坐牢的時候 在彼得坐牢的時候 天使就帶祂出監獄 保羅坐牢的時候 有神的喜樂 可以一路讚美神 得到神的喜樂 很重要的是 我們對於這個世界歷程的看法 這個是由創世到耶穌回來 現在和主回來有多久呢 我們知道 這個時間是接近的 即是在這個世界歷程 其實在聖兵告訴我們 神掌管一切 一切都是神的手中 神有奇妙計劃 只要我們深信神的恩典 我們就要入神這個計劃 看這條紅色的線 你當它是一個神的計劃 有些基督徒是入了這個計劃的 他在這個計劃裡面 去祝福人 去幫助人 但有些基督徒 跟這個計劃是沒有什麼關係 他只是掛著自己 是非常軟弱 僅僅得救 經常都在苦腦裡面 我們深信 我們在神的計劃 只要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神就喜悅我們 侍奉不一定在教會做了什麼職位 侍奉就是 我們總之榮耀神 說說榮耀神 我們見證神的作為 這個已經是侍奉神的了 幫助人 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這些都是侍奉的 所以我們有機會 我們就榮耀神 我們就在神的計劃裡面 分子 在神的計劃是最好 因為神的計劃是最完美的 求助於幫助我們進入神的計劃 將身在獻上當作活祭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叫我們能夠 察驗神的善良順存 可喜悅的旨意 好了 愛和侍奉神 今生的祝福和永遠的賞賜 當我們在世上的時候 我們聽神說 會有什麼祝福呢 有喜樂 神的供應 和神賜各人的恩賜 下面有各樣的果子 包括生命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 有人愛喜樂和平 忍愛恩慈 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並且有侍奉的果子 能夠全福音和建立人的靈命 今生享受神的生命 內生得到賞賜和永生 是最好的 在這個今日訊息 就告訴大家 我們是很大可能 在不久的將來 會面對越來越多的災難和困難 但作為基督徒 我們不需要害怕 因為我們知道神掌權 神會祝福保守 聽祂說的人 我們千萬不要跌倒 在這個時候 很多人會跌倒 有些人說 如果神愛我們 為何世界有這麼多災難 世界有這麼多災難 是因為人的罪 因為人的罪 所以世界有這麼多問題 有些基督徒說 為何我也有這麼多問題 因為有很多基督徒 他們有很多煩惱 很多憤怒 很多不開心 對人不好 所以他們人際關係不好 所以有很多問題 其實有時候是人造成的 當我們堅定倚靠神 神一定為我們開條出路 一定在困難中為我們開條出路 求主幫我們 對於災難我們不懼怕 我們倚靠耶穌 心裡平穩安靜 神一定會祝福保守我們 神一定欣賞我們 倚靠祂 一定會加力給我們 在這時候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保守我們 讓我們走出神的完美計劃 讓我們靠主耶穌得勝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是全能的神 掌管天地萬物的神 萬物都是你的手中 天地一切發生的事都是你的手中 你知道了這個世界的歷程 你知道這個世界末期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有大災難 你知道了 我們看到這些跡象的時候 我們看到氣候的改變 我們看到世界的瘟疫和戰爭的銀基 我們看到經濟的問題 看到不同地方有飢荒 有很多氣候的移民 很多國際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末期是快度 求主幫我們站立得穩 我們知道耶穌掌管一切 我們聽耶穌說 這個世界的歷程都在神的手中 我們有神的保守 我們什麼都不用懼怕 我們是可以用一個平安喜樂的心 面對世界末日 我們為什麼能夠喜樂平安 因為神掌管 我們反而經歷到神更大工作 神會向我們講說話帶領我們 神會奇妙地供應我們 所以我們就有信心 相信神一定祝福 神一定保守 我們就越更加在末世的日子 更加有喜樂有力量 在迫白的時候更加站立得穩 求主保守 我們千萬不要做那些跌倒的基督徒 不要做那些不冷不已的基督徒 不要做愛心冷淡的基督徒 而是做更加熱切的基督徒 愛主的基督徒 全壤福音的基督徒 求主加力給我們 安慰我們的心 與我們同在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 叫我們享受你的愛 從你的愛得力 我們每一次祈禱都可以說 神現在歡喜我祈禱 因為聖經講到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常在耶穌裏面 耶穌就常在我們裏面 我們就多結果字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親近神 一定神歡喜 神一定祝福的 主要求你幫我們 每日祈禱都說 耶穌歡喜我現在親近你 所以我是可以喜樂的 我可以開心快活親近你 我們就越有平安喜樂 有力量的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重贊歸給你 求你保守每一個聽這個道的人 心裡都不是懼怕 而是說 有神掌管一切 我不需要懼怕 這些災難 是一個世界末期的先兆 也更加叫基督徒倚靠神來的 我就靠耶穌得勝有緣 完全地倚靠你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主保守每一個 我們堅持信靠主 不要離道反教 不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活 而是彼此建立全陽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我們盼望你快點回來 我們盼望你快點回來 我們歡迎你回來 我們願意在這個世上為主作言作光 我榮耀你的聖明 多謝主 祈禱奉主耶穌聖明 阿門 我們一起用主通文討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愿你的國降臨 愿你的子已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免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事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命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慨 聖明的感動 尚與我們每一個同在 保守我們的心 賜給我們的力量 從今直到永遠 靠耶穌得勝有餘 靠耶穌榮耀耶穌 榮耀神的名 全陽福音 被神使用去建立靈命 建立教會 多謝主 神保守我們從今直到永遠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